老乡啊 就是我们宫里的男人就是帅啊 嘎嘎板着 但是你帅是帅 你不能不洗袜子呀 我这一个我不怎么理解 你那袜子是不是就是 穿完了 完了冷的 冷起来了 再接着穿 然后往墙上一挂 都能站住的那样 是那样吗 咱咋得洗洗 多少钱洗洗 多少钱洗 有些长帅就能不洗袜子呢 那不行 你就背不穿不穿就立住了 时间长就立住了 为什么没有 我得给他澄清一下 他不是不洗啊 他只是袜子堵 我穿一双 完了脏了就放在一块儿 然后攒一块顿洗 什么意思啊 对 省点事 男人他不洗袜子 那不正常吗 哪个男人身上没点味啊 咱说 没事 我给你买一颗 哎呀 哎呀 他说出没事的时候 我心里老热 我真行 没事 我帮你洗 他说没事 我给你整一颗 有个男人他就是不愿洗袜子 或者有男人就不愿换 我感觉作为一个大佬爷们儿 其实有的喜欢精致的 有的他就是可能说这方面不太好 再说他也没说死 他说我就是不洗 他说该到时候洗 他不也是洗嘛 对不对啊 那现在你俩就在一起了 你能不能帮他洗 我能 但是我就问了你自己能不能洗 你要不能洗 你想不想让我帮你洗 你要不想让我帮你洗 那我就给你买一颗 你选 这个也能洗 哪个都得了 你的肚子是可有选择 新人了